自立生活及社区融合 第十九条 八十四 国际审查委员会注意到政府在2020年开始提供 专案经费补助于非政府组织 以推动多元社区生活服务模式 并发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和多元生活选项的计划 以协助心理社会障碍者重返社区生活 八十五 国际审查委员会对以下情形表示关切 A 尽管卫生福利部决定将服务方式从机构转变为社区 但仍有对集中式照顾设施进行更多投资的计划 B 国家仰赖裁员不稳定的公益彩券回馈金 来支持自立生活 C 个人助理服务非常有限 位于不同部会之间进行协调 且往往忽视服务需求者的向往 以及 D 对辅助的经费补助要求身心障碍者负担沉重的共同支付额 而且是补助有限的 通常是过时的辅助项目 同时将交互所得纳入评估 八十六 国际审查委员会建议国家 A 与身心障碍者 家庭 社区 住所 支持服务提供者 以及专业人员等群体密切合作 制定去机构化策略 并制定有实现的计划 以确保身心障碍者 能够选择于何处生活 如何生活 以及与何人一起生活 从而使他们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社区 并积极参与其中 无论身心障碍者居住于何处 他们都具有获得必要支持的资格 B 扩大提供个人助理 以增加身心障碍者 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C 修正辅具的分配系统 以容纳新开发的辅具 并在不造成身心障碍者经济困难下 确保辅具于全国的可及性 D 修正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和精神卫生法 以保证身心障碍者获得社区式支持服务 防止隔离和孤立 1. 确保协调不同部门和部会之间 以及在转闲时期的支持与服务 例如从教育到就业 或从与家庭居住到自己居住 F 制定计划 确保社会工作者及其他专业人员接受培训 以了解如何以保障其权利的方式 支持心理社会障碍或其他类别障碍者 而非基于身心障碍的医疗模式 G 确保自立生活的经费裁员 不是仰赖公益裁券回馈金 而是来自官方预算分配 以及 H 为身心障碍者的私人经营住房选项 制定标准 并建立申诉和问责机制 以处理虐待问题 个人行动能力 第20条 87 国际审查委员会关切 支持服务和辅具与科技的可及性 特别是 A 辅具的补助结构 不足以支付实际费用 使辅具难以负担 B 身心障碍者 辅具费用补助办法 已在最近更新 但行政院 未提供支持身心障碍儿童的家长 和团体 参与修法的机会 因此 新规定 无法满足身心障碍儿童 与经济支持 和辅具种类所增加的需求 补助金额 无法满足辅具的实际价格 这为家庭 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是身心障碍儿童 无法获得需要的辅助科技 C 为提供辅助科技维修补助 所有设备都需要定期维护 没有维护就无法使用 缺乏辅助科技维修和维护的补助 造成需要此辅具科技的身心障碍者 沉重的经济负担 第一 国家科技及技术委员会 补助的150件身心障碍 相关科技研究计划 其中 由9位身心障碍学者 获得补助 而在这些补助计划内 仅聘用身心障碍者 2人 88 国际审查委员会建议国家 A 扩大对辅助科技的补助计划 以涵盖对这些辅助科技项目的维修和定期维护 B 对身心障碍者辅具费用补助办法 进行参与式修正过程 并特别注意 听取身心障碍儿童家长 以及为身心障碍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支持服务团体的意见 C 委托身心障碍研究人员 针对中低收入家庭 或一般户家庭的身心障碍者 由于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辅助科技费用 而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程度 进行研究 并根据研究结果修正法律和政策 D 为鼓励身心障碍科学家的参与 于科学和科技研究进化的申请中 加入一项规定 即 申请至大学 公司必须包括身心障碍科学家 和或建立有实质意义的身心障碍专家咨询小组 并要求申请者制定计划 增加身心障碍者参与研究 生产及推出任何和成果相关商品与服务的人数 表达与意见之自由及禁用资讯 第21条 89 国际审查委员会对以下情形表示关切 A 向公众提供可及性资讯的部会间合作不足 B 金融服务部门对身心障碍者的无障碍服务不足 C 运产妇关怀咨询专线 全国家庭与教育咨询专线 以及自杀防治专线 尚未建立手语翻译功能或即时视讯通话功能 D 龙儿童和少年没有充足的机会接触手语 因为这种语言往往不作为培养儿童沟通能力的一种选择 许多家庭对手语持负面看法 没有充足的资源 使其了解龙儿童和他们学习手语的好处 这导致龙儿童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失去了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 这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影响 1. 未达70%的四级机构 如高中和地区卫生所 网站取得无障碍认证标章 国家没有审核或抽查包括四级机构在内 未取得无障碍认证标章网站的制度 F. 尚无法律规范 私部门有义务为身心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网站 G. 虽然在COVID-19期间 电视记者会有手语翻译 但网络通报系统为公众设计的互动式网站 以及与疫情措施相关的行动应用程式 App的可及性资讯至今仍不足 导致身心障碍者在取得重要的公共卫生资讯 存有歧视性的时间差 90. 国际审查委员会建议国家 A. 立法要求所有金融服务部门的所有公司 以可及性格式提供资讯 包括手语和易读 并且 立法要求金融服务部门第一线人员 接受有关身心障碍 及如何与各种身心障碍者沟通的持续培训 B. 确保政府机关 与公众的所有沟通方式 包括其专线 都有视讯通话和手语翻译功能 C. 为了在儿童早期服务和学校中 提高对手语的认识和使用 邀请龙儿童、其家庭和代表团体 向政府建议所需的措施 且应向家庭提供有关使用手语 养育龙儿童的资源 D. 责成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建立抽查公共网站 无障碍的机制 抽查对象应包含四级机构 例如高中和地区卫生所 1. 修正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规定包括私部门在内的所有组织 有义务确保其网站和行动应用程式 符合无障碍 并规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有法律责任定期监督 网路无障碍遵守情况 并公布其调查结果 F. 卫生福利部应确保提供给公众的公共卫生资讯 包括COVID-19相关资讯 立即以可及性格式提供 包括在行动应用程式和网站上 尊重隐私 第22条 91. 国际审查委员会关切 精神卫生法第25条 允许精神科临床医事人员 因病人病情或医疗需要 而限制住院病人与外界的通讯 精神科病房的病人 不被允许使用行动电话 是因为有可能被充电器电线绑住的表面风险 国际审查委员会关切 医院没有积极的义务去允许和促进住院病人与他们的家人 朋友和外界的通讯 而且限制通讯的理由也过于笼统 92. 国际审查委员会建议卫生福利部和立法院 在起草和通过新版本精神卫生法的过程中 限缩现行精神卫生法第25条的规定 只有在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如果不限制通讯 会对病人或其他特定人员造成严重和紧迫的伤害时 才允许限制通讯 病人可以向法院针对此类决定提出上诉 在上诉过程中 提供无需经过资历审查的法律辅助 以使病人获得律师代理 尊重家居及家庭 第23条 93. 国际审查委员会对以下情形表示关切 A. 身心障碍者缺乏教育支持 育儿、婚前和婚后的咨询服务 以及生育控制的选择 B. 2016年至2019年 身心障碍儿童的家外安置比率 以及父母抛弃照顾的比率 均高于非身心障碍儿童 C. 发展迟缓 患有疾病或有特殊状况之儿童 亦较有可能受到弃养而于国外收养 D. 缺乏对双胞胎、多胞胎身心障碍儿童的父母和家庭提供支持 D. 缺乏将双胎、多胞胎身心障碍儿童安置在同一家庭重要性之认知 D. 94. 国际审查委员会建议国家 D. 增加对身心障碍者包括LGBTIQ族群 D. 育儿、婚前和婚后问题之教育支持和咨询服务 D. 并将服务重点从生育控制扩大到生殖健康 D. 确保不会违反身心障碍儿童的意愿 D. 将其与父母分离 D. 而是提供父母支持 D. 让儿童尽可能在家庭环境中被养育 D. 发展计划以减少身心障碍儿童家外安置和国外收养比率 D. 肯认有必要对养育双胞胎、多胞胎身心障碍儿童父母及家庭提供支持 D. 并确保其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支持及服务 D. 推动将双胞胎、多胞胎身心障碍儿童安置在同一家庭 D. 并提供适当支持